关于民进党今天爆发的前党工遭到了性骚 他们当时的副秘书长也就是林非凡 他只说他没有能够承接住当时这个被害人的感觉 而林非凡的这一番谈话呢 外界还是不能够接受 曾经跟他过参与过太阳花学院的摄运人士 王毅凯他很感慨的说 为什么在进入了体制有了权力之后呢 对于这种性骚案件的处理 还不晓得该怎么做 不懂得该怎么做呢 从反媒体垄断到黑色岛国青年阵线 再到太阳花学院 看看后来的这十年 发生过多少的性骚扰或是权势性侵的事件 有多少是发生在过去一起参加过 社会运动的伙伴或是前辈或是后进的身上 王毅凯上林非凡喊话 强调现在的状态呢 不是说一句疏忽了 然后诚恳的道歉就能够解决 你进入了体系是要做出改变的 你也曾经是能够积极处理这些事情的 而不应该成为那种听完报告 就回头继续聊天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的高层 而民进党遭报这个性骚痴案的疑运之后呢 现在他们也发出了最新声明 经过秘书长许立民指示 党中央的通报机制要立刻全面检讨 从今天开始除了党部性骚防治专线之外呢 党共同仁可以直接向秘书长来陈述事情 同时立即接受如果有知情不报 或是隐匿事件的主管经过查证属实的话呢 想会一律开除 另外信贫部呢会加强党部主管 对于处理性骚扰事件的相关知能 同时要续办理全体党工的信贫教育课程 这名辉哥呢跟民进党的不少重量级人士 关系招好 他之前还在桃园市前市府部分的标爱 担任评审委员 那么桃园市政府呢 新闻处今天傍晚指出 这名导演的确在前市府是获聘的 两次任期是108年跟110年到现在 并强调导演辉哥涉入严重的争议事件 案情厘清之前呢将停止 邀请他参与委员会的运作 以后续的情况来评估是否要来解聘等流程 好那时事评论员呢 黄阳明针对这起被性侵吃案的案件呢 他在脸书上面有最新的发文 他告诉大家根据了解呢这名被害人呢 在写下控诉文之前 还曾经透过管道向现在的党中央的人士 反映他去年碰到的状况 不过这个管道呢最后是无疾而终 所以不得已他才写出这个血泪 那包含了副秘书长呢 许家庭现在已经请辞了 有人要林非凡退选 但不管再怎么做都没有办法让受害者的身心 受到原来的状态 那么套一句林非凡的太阳花世代最爱挂在嘴边的 大事无改冠完两无可能 所以呢那些人知情却吃案呢 加害者的人脉是吃案的主因吗 加害者许家田还有林非凡等人身为党员 处置虚当是否应该移送党纪处分呢 好接着那么黄洋明要告诉大家是 他还有一个更悲伤的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 他说呢正妹党工案件呢 当事人在司法判决出炉后呢 曾自己在脸书上面写出他的身份 就是小英女孩之一 每次呢他回忆受害的过程都是一种折磨 但是司法没有给他应有的正义 他因这种创伤罹患了恐慌症 不再有朝夕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加害者呢 则不断透过广道放话 说是被害者先人跳了 而某绿营大佬呢 也透过了各种广道去施压这个女方 要他不要再追究 所以呢他就传了一封简讯给他 他说我就是拼了一死 也一定要他们陪葬 这种心理的恨谁能够同理呢 不过类似这样的案件 不是只有一号二号 也是层出不穷的 所以呢在政坛上有靠山的呢 就算是做了坏事 也还是有比较大的声量 那么多数人选择了人情事故 而非选择是有价值的正义 这是黄耀明在针对今天的事情 他的脸书上面的最新发文 那你任何看待呢 你如何看待呢 或许你身边当中曾经遇过这样的例子 或是你可能曾经就是这样的被害人 也欢迎你写下来 而妇女部的许家田 他的长官是林非凡 所以换句话说林非凡 也去整起事件的加害者之一 那么时事评论员陈凤青就讲了 民进党现在的道歉 其实是用在于保护赖清德 要急着撇清赖清德 跟这起性骚扰案是有关系的 而陈凤青认为呢 许家田仍旧受到赖清德的重用 关键就在于林非凡 那么郭正亮说 现在赖清德要考虑的是 要不要停止林非凡的立委参选提名 他也反过来 用赖清德的话来回呛说 我们不会这样就算了 其实昨天晚上深夜 这个民进党他们提出来的道歉 他的重心点是要 是要保护赖清德 意思就是说 这是赖清德在接党主席之前发生的事情 跟赖清德无关 那所以是蔡英文要负责了 因为那时候党主席是蔡英文 那是去年的事情 所以处理的事情 应该是蔡英文来负责吗 这是第一 可是问题是 这个人并没有在赖清德的任内 就被冷冻 相反他是被重用 他还生副秘书长 所以他并不是被冷冻 他是被重用的人 那可是他被重用这件事情 他到底事前知道不知道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就提到了林非凡的角色 因为林非凡那个时候 是负责监督妇女部的副秘书长 所以他是这一位张嘉田的直属长官 许家田 对许家田的直属长官 那林非凡现在承认说 他接到了这一个当事人 出来承认了 对他承认他说接到当事人 来告诉他有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妇女部给了他的讯息是说 当事人不要走性贫程序 好 其实这里面有很明显的一种 就是利用职权的霸凌在里面 可是林非凡也是号称进步价值 他完全没有处理 那他有没有跟赖清德报告 那蔡英文要不要问一下自己 是不是因为你认识辉哥 所以党内的人不敢注意 大家都不感动 你有没有自己反省过是这种问题 是权力疙瘩的问题 你要不要把林非凡找来 说你为什么不送 为什么不往上送 是不是你担心 这个惹怒了我的朋友是不是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层次 对不对 所以我说同样 我说这个事情赖清德 你现在把许家庭停职 那人家也要问 那林非凡你要不要停止提名 这是合理的逻辑 那一样 妇女界对李正浩有意见 李正浩你要不要直接宣布取消提名 事实上他还没有宣布 目前还没有 对 他还没有宣布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一次讲完 我再学你讲话一下 我们不会这样就算 好